嗨 大家好 我是阿勇 這集是我一直很想拍的一個減肥影片 其實我自己就雖然未去到很成功 但如果看開阿勇以前的英國的影片 其實都看到是有些分別 我回來都減了我差不多二十幾三十磅 所以呢 很多觀眾都經常問我 阿勇可不可以出一些減肥的影片 但其實我一直都不敢 因為我覺得未減到我真正滿意的磅數 所以今天我請了一個嘉賓 Hello 我是排骨仔 現在在英國做駕車 雖然他表面上是一個司機 但其實他暗瓦也是一個rapper 他減了差不多一百三十磅 即是一個我的體重 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我今天就一起拍一條 關於減肥經歷的一些影片 為何我會請他上訪問呢 就是因為我都聽了他的新歌 是很棒 每天都喜歡美 我有自知 自明我都會照鏡 我人說內在 之後說外表 基本上就是全人類痛 是說完你的減肥的經歷 是 所以大家可以聽一下 我會放一條文章在上面 by the way 我們說一下你之前是有多肥 我最高峰我試過300多磅 兩個星期前就140多 嗯 排骨仔可以拿到81分 很高分 我想問教練81分是否算是厲害 厲害 是健康 有些人以為我食藥減肥 或者以為我生癌症病的那些 我真的減了 真的減了 即整體都減了一半的體重 差不多了 你覺得肥仔的時候有甚麼不好的經歷 最印象深刻 譬如乘巴士 我無論將自己這樣 拔到幾近都好 是不會有人坐的 那些人走上去看一看 那就回去樓下站的 是訂閱來的 驗到人會被人摺 這些都其實是從小到大 所以是不是很不開心 又不是 因為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反而是現在瘦了 才感覺到那個分別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你是從小到大都是肥仔 哦是呀 我一出生就10磅巨嬰 10磅 by the way 如果問我身形的轉變 我很記得我剛剛英國回來的時候 是很肥 我的朋友是不認得我 我有一個經歷分享 是禁慕 我的肥妹都是禁慕 我就去了一個麵包店買菠蘿包 我跟阿姐跟我說 10 for 2 我心想 你怎麼跟我說英文 是否知道我在英國回來呢 那都知道 原來她以為我是笨妹 然後見我禁慕 黑黑實實 然後就覺得 真的這一刻是撞到我 不行了 我是時候要搞 通常這些情況 都會想健康一些 不會說這些東西 一定是為了追女生 首先 好像我剛才說 人都是會喜歡看更漂亮的東西 那我都會想自己 好看一點 健康呢 都有這個因素在 因為我走樓梯 我每一級走樓梯 我都會腳痛 那第一步是怎樣踏出呢 你減肥的第一天是怎樣的 我很記得的 就是我覺得要分享的 但是千萬不要那麼有儀式感 今天第一天減肥 千萬不要有這些 可以說髒話嗎 可以的可以的 總之一咬就開始了 因為我剛才都說膝蓋不是太好 所以我跑不了步 那我最初去Youtube找一些雙膝蓋 減肥粗 因為我那時我都跑不了一步 因為很囂張 就是完全做不到很多大腿 我都會嘗試去選最簡單 就是去散一步 是啦 不用跑得很辛苦 30分鐘去河邊 這樣吐吐 除此之外我還有去游泳 游泳是最好的一個減肥 不傷膝蓋 那時候開始是規律的運動 規律 OK 然後就喝了一碗份 飲食呢 就是最蠢的那些方法 什麼食物皮 停了所有油 那些傳統你覺得 吃雞蛋不要吃蛋黃 但是後來我再看多些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不錯的 嗯 一開始減肥 你還是要上網看多些真正的常識 是啦 聽別人說 你吃菜吧 吃菜就會瘦 其實不是 其實要先了解自己身體 然後再去找回合你的餐 是 第一件事要了解自己為什麼會胖 才可以對症下藥 那現在很流行說斷食 其實它的原因就是胰島素阻礦 我其實原來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這裡 胰島素阻礦會有什麼病徵 另一件事就是頸會黑 頸會掉 好像有老泥 擦也擦不掉 我以前小時候就是這樣 以為真的是骯髒的 原來那些是胰島素阻礦的病徵 那我就知道 那我要在這一方面著手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斷食 嗯 那斷食最簡單就是 現在坊間很多168 168真的挺有效的 因為我壓力也試過 控制在8個小時內吃東西 16個小時就給身體休息 是有效到我到現在完全不戒口 都不會胖 真的因為這個有保持168 對 就是一件性 是真的很有效的 糖一定要停 超級毒 毒品 碳水會接近零 低碳飲食 我接受最快的那種 我都是低碳飲食 小小小健康的碳飲食 就是一些圓形的食物 還有很多資料 只要你肯花時間看 其實你一定是找到 適合你的減肥方法 沒錯 我去看一些減肥資訊的時候 有一件事我覺得挺重要的 就是心態 你也是找到一個你喜歡的餐單 然後餐餐吃的 你就是把它很放鬆地做 運動很好吃 也好將它變成你的習慣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麼好的人膽 其實沒有說是不可能 只要找到正確的方法 那你有沒有一些挫折 有平台期的 平台期會有些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還未說不開心 就是上網看 要是加雙倍運動量 那再拿多一倍時間去做運動 就解決了 真的 其實你只要肯做 肯動好像你受過 最後幾句 做吧 改變不了人 改變自己 只要你肯付出 其實真的 身體一定會很誠實 給你 大胸仔可以減了130磅 你們也是可以的 當我瘦了的時候 我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身體 是真的膝蓋不痛 睡覺以前 因為我的頸子太肥 我平躺的時候 是無法呼吸 一定要打側睡 沒有這些東西 舒服 人生立刻覺得很健康 原來健康是這樣做的 是的 會多了注重健康 現在是脫不了運動 心態都開心了 其實運動是會上癮的 多餐 是能解釋到 會分給一些安多酸 沒錯 就是試一下運動 找你喜歡的運動 最後總結 如果你有一個很想減肥的朋友 就來問你的意見 你可不可以總結幾樣東西給我 心態 你心態不好 你做這件事不開心 你做什麼都做不到 你這件事要做得開心 你才能投入去做 還有要了解自己 找到令你肥的原因 最重要是不要太大壓力 只要你改了壞習慣 付出了多少 他會回報給你看 多謝你分享 阿排骨仔 我也多謝你邀請我 還要代表英國的朋友 多謝你 淡仔 因為他我才有得吃淡仔 今天就到這裏 大家可以聽聽阿排骨石頭 播放很棒 現在看影片的你 如果你想減肥也好 做什麼也好 祝你成功 最重要是改變不了別人 改變自己 我們下條片再見 希望下條片 我是排骨妹給別人說 不用希望 我相信自己一定做到 原來瘦的感覺是這樣的 9個月價錢140磅 原來瘦的心意 我去天天之明 我都會照鏡 我是趕快再也有個外表 基本上就是全日 對肚皮今天是減肥紀念日 不住甘子太 水白 不少又走狂 吃隻肚皮 曬點不認得 是屍曬魚 千萬不要當自己減肥 沒有意志力 我不敢慢慢來 一早減肚不止被嫌棄 吃得太多餘口變得容易放棄 所以我就帶著這個心理 可以我吃雞皮沒去過皮 做完體驗醫生 營養師眼鏡都掉落地 跟著我做減肥 粗小肥 每天二十幾分鐘每天做 不是想到老了先來操排 那兒子帶你走回調整路 小吃多餐就哄你那些傻狗 開始進入下一個失敗 吃完二倒數 吃得快幫你吸收 無得難